扩党张信发言人和他的妻子 遭嘉义地检署调查 涉及用言论来戒选 在网络等大众传播平台 散发统战的讯息 嘉义地检署调查 癥结将两人依违反反渗透法起诉 来听嘉义地检署发言人的说法 自民国一百年间至一百一十二年间 接受境外势力渗透来源之指示 委托及资助 收受金援折合新台币 召起诉的统促党张信发言人强调 自己所发表的言论只是忠于政党 倾向 不过被嘉义地检署查出 他和他的妻子会将节目的 影片还有相关企划书传到对岸 十二年来收受的金援折合新台币 大约有七千四百万元 也因此在调查 癥结之后将两人提起公诉